今天大家 牺牲這麼寶貴的假期 來到凱拉格蘭大道 我想大家心裡 都是在擔心 我們國家的前途 都是在擔心 台湾的未來 都是在害怕 我們下一代 怎麼辦 我接觸到太多太多朋友 三教九流 五湖四海 各行各業 百工百業 所有四五十歲以上的人 都是一個共同的憂慮 看到我都說 台湾怎麼辦 下一代怎麼辦 四五十歲的人 五六十歲的人 為什麼會有這種憂心 因為 我們這一代年輕的時候 我們看過台灣的榮景 台灣頭到台灣尾 在我們五六十歲年輕的時候 最有名的一句話 叫台灣人一卡吧 我們台灣人的錢 都已經贏到我們小腿 現在呢我們非常害怕 第二 我想跟現場藍軍朋友報告 今天 我們不跟藍軍講話 電視機網路前面的朋友 今天韓國瑜在這裡 不跟藍軍講話 我跟綠軍講話 我跟中間選民講話 各位親愛的綠軍的好朋友 親愛的中間選民 年輕朋友 三年前 你支持了蔡英文選上總統 這三年來 我們台灣人民的日子 有更好過嗎 我接觸到的市農工商 各行各業 都是憂心忡忡 民進黨 蔡英文政府得到的選票 三年 為什麼不幫台灣人民 好好好好的過日子 拼經濟 辦好教育 照顧弱勢 開創整個台灣的未來 為什麼不叫得住 把我這個禿頭打破了 我都想不懂 天上的神佛保佑 人民的選票支持 政治人物有這個機會 為什麼不幫老百姓 好好來奮鬥打拼 真的我想不透 老百姓過得這麼苦 執政的蔡英文政府不檢討 執政不用心 選舉一到 開始搞兩岸緊張 開始搞台灣內部的衝突 開始鬥爭最大的在野黨 國民黨 各位綠軍的朋友 各位台灣的中間選民 跟年輕朋友 民進黨最有代表性的良心 是宜蘭縣長前法務部長陳定南 沒有綠軍不佩服他的操守跟清廉 如果要找第二個代表 就是宜蘭縣級的立法委員監察委員 黃黃雄先生 只要認識黃黃雄 就一定束大拇指 連結正派勤勞艾民 結果民進黨通過 組長會 主任委員換了黃黃雄 連黃黃雄都看不下去 不幹了 各位綠軍的朋友 各位中間選民 各位廣大的台灣人民 民進黨最代表的一顆良心 黃黃雄先生都不幹了 請問台灣民主政治要何去何從 聰明的台灣人 兩千三百萬台灣的朋友 我們要搞清楚 我們今天處的環境是多麼的辛苦 我們的腦 我們的心 我們的手 我們的腳 都要知道 定在什麼位置 我們所有台灣人 要認清楚兩隻腳 右腳民主 左腳自由 我們抓緊的民主自由 我們兩隻手 要握緊所有外面人的好朋友的手 只要你願意跟台灣人握手 我們的熱情 跟你擁抱 我們的心 要知道苦民所苦 要知道 莫忘世上苦人多 我們一定要幫台灣民眾 從我們心裡面 幫他們來努力 抹求他們的好生活 我們的腦 知道台灣的資源 台灣的土地 只有全世界的萬分之三 沒有石油 沒有鑽石 沒有煤炭 沒有天然氣 什麼都沒有 所以聰明的台灣人 要知道 我們資源這麼的稀草 我們要比任何人都用功 任何人都努力 摸求兩千三百萬人過好日子 所以新一代的台灣同胞 我們的腦 我們的心 我們的手 我們的腳 都要知道自己的定位 蔡英文沒有辦法讓人接受 為了鬥爭管中民 抬到下爪 不惜践踏學術自由 為了鬥爭韓國瑜 不惜餓死台灣的農民漁民 未來農產品 不准出口中國大陸 是腦袋壞掉了嗎 一到選舉政治鬥爭 把眼睛殺紅了 農民漁民 大家到廟裡去燒香 右邊是國泰民安 左邊是風條雨順 農民漁民看到風條雨順 大豐收 農民漁民開始哭泣掉眼淚 價錢瘋盤 民進黨政府 你能夠管制農產品與產品外銷嗎 這個政府是瘋了嗎 為了鬥爭殺紅的眼嗎 所以我今天 要跟綠軍朋友講話 我要跟中間選民年輕朋友講話 不要再被蔡英文政府騙人 執政三年不用心 選舉到以後搞衝突 搞對撞 搞主權 台灣人主權最重要 台灣主權要被出賣 誰出賣台灣主權 2300萬台灣人 哪一個不愛台灣人對不對 我們2300萬台灣人 會去愛菲律賓不愛台灣嗎 所以這是無聊 選舉到了不抹黑 已經不會選了 不搞政治鬥爭 他也不會選了 他不知道該怎麼選 因為拿不出政績 所以在這裡 要透過媒體告訴全台灣過去幾十年支持民進黨的好朋友 拜託 眼睛張亮一點 所有中間選民沒有政黨色彩 拜託 眼睛真亮一點 所有台灣年輕的下一代的朋友 拜託 眼睛真亮一點 未來台灣年輕人 要遇到多麼多麼無情的競爭 我們這一代人 就是要全力幫人民過好日子 讓台灣安全 人民有錢對不對 對不對 對 我們這一代五六十歲 手上有了權力 有了政治的工作 必須一心一意 幫下一代年輕人 開創美好的前途 對不對 對 再一次謝謝各位鄉親 謝謝所有媒體前的好朋友 所有綠軍的好朋友 所有中間選民的好朋友 讓我們一起團結努力 2020年下家參與完整喔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韓國瑜 謝謝